對關於個人的種種性 就是說這個性慾望 性形象 性幻想 某種各種各種個別差異 每個人都不一樣的 就是這種解放 就是說在現有的體制下 你沒有辦法去表達 自由去表達你所 你要的 你愛的 你慾望的 那 我是所以這個 這個詞 你用這個詞 就 我會很好奇 對 所以顯然不只跟我們想說不一樣 不過我也講差一句 我覺得這個跟組織數量應該沒什麼關係 如果說你認為台灣有同志運動的話 我不覺得台灣的組織有超過20個 同志組織 當年共產黨也只有一個組織 所以我覺得這個數量上應該不是台灣的問題 至於那個 我覺得還有一個 也許王冰可以講一下 因為我們台灣的同志運動有過一個 曾經有過一個好像爭議 就是說有一派人認為說 或者有一種聲音認為說 或者有一種聲音認為說 大家應該都要come out 才能夠去把同志全爭取來 那麼這個當時有一個很大的辯論 可是後來不知道怎麼樣走過了這個階段 也許王冰知道更多可以談一下 我先回應解放 這個不算時間的 因為這樣你們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黃道明會問這個問題 台灣不太用解放這兩個字 解放這兩個字是有某種政治污名的 所以當時你們可以理解 就是你們用的名稱我們不太用 這都是跟你們 好 我們當時在 我跟丁萊菲在婦女團體工作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就希望 我們的團體稍微進步一點 然後我們就在寫我們團體的宗旨是什麼 就是促進婦女一切行事的就反歧視 反對婦女一切的歧視 然後達成婦女的解放 我們寫的時候心裡就開心得不得了 想說如果這個可以寫上去 這個團體就可以繼續工作下去 結果我們就拿到 我們有一個board member 就是那種董事會討論 每個人什麼都不看喔 就只看這兩個字說 這兩個字什麼意思啊 怎麼可以用這兩個字 用了這兩個字 我們這個團體就開始有問題 你可以想像 剛剛他聽到你用夠解放 就覺得你知道我們又開心起來 覺得正在解放 我們很想這兩個字 那何老師不是有個性解放的這個言論嗎 這也是很糟的 在台灣也有點負面的 然後女性主義者開了一個記者會 寫一個這麼大的看板 上面寫說情欲自主不等於性解放 其實情欲自主跟性解放不是一樣嗎 就怎麼看都覺得一樣 中文英文翻來翻去都一樣的 可是他們就寫得很大聲 但是不等於性解放 為了這一句話 辦了一個很大的記者會 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你要問 好 你看我是 這已經十幾年前了 就是台灣的統治組織 其實剛開始也就很小 而且其實因為我們是1987年解嚴 所以解嚴之前台灣是戒嚴的狀態 也不太能夠搞這個什麼組織的 聽到組織也是有點緊張 然後就小小的讀書會啊 像這樣的規模 大概也都會有人關心了 你就可以去打小報告說 他們在幹嘛幹嘛這樣 也是會被約談的 那87年之後呢 稍微開放一點 然後就有一些小團體 但是同治組織比較有組織的 大概是92年 就是第一個是一個女同治的組織 可是在有組織之後 就在也是聯誼啦 沒討論什麼國家大事了 就是認識朋友最重要交比友啊 約了去爬山啊喝茶啊這樣子 就都這樣然後寫信啊 然後大概在那個年代過了沒幾年 有一些從西方也引介了一些言論的 也出了一些什麼同性戀歷史的書 就開始能夠有些討論 然後慢慢到大概95年 有學生的組織出現了比較正式的 就開始有討論正式的議題 出櫃就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比較有一點西方概念 就認為出櫃是必要的手段 不然社會怎麼知道你 我們怎麼組織自己 那有些人認為說家庭有這麼大的壓力 我怎麼可以出櫃 所以就形成很大的張力 然後我記得忘了是哪一年 在台大一個大的體育館 其實那天人還蠻多的 我覺得是大概200人以上 96年 就在現場就開始有不同的辯論 那當然中間也提到一些 我們應該說我們是中國人嗎 因為在台灣很難用這樣的一個詞彙 就說華人好了 就是在華人社會裡面 家庭跟我們之間的關係 是一個特殊的關係 而這個關係跟西方是不同的 所以那個出櫃啊 有什麼又有不同的想像 然後於是就發展 就那個辯論之後 就一直有這樣不同的聲音 那後來又發展一個是說 我們反對個人出櫃 我們要搞集體出櫃 其實我到現在都沒搞清楚 怎麼集體出櫃啦 說真的 反正就是要搞集體出櫃 就辦一個集體的活動 然後要辦集體活動 要讓社會知道就要辦記者會 那我們那個時候 因為已經解言了嘛 你對社會媒體 比如說這些鏡頭對著我 我們的壓力不在於政府會打壓 不是啊 是說家裡會看到 所以那個記者會就會做幾件事情 比如說短頭髮呢 就會戴長頭髮 長頭髮呢 就會弄個短頭髮 然後戴個墨鏡啊 然後弄一些變裝的可能 然後那個就是發展的面具 面具就是你知道 家綿華那一種 所以你看早期 96年的時候都還是這樣 我們如果辦記者會 有沒有照片一看 哎呀都像去家綿華之前 而且你都不知道那個是誰 長度化短頭髮 然後畫眉毛 都戴影師 這很多變裝的方式 其實很trend 然後一定要做這個家裡人 不覺得你會做的事情 所以其實狀態是這樣 那個集體出櫃其實也都是壓力 一直到現在 出櫃都還是個議題 你說在媒體上能夠公開說 說我是什麼的 其實還滿少的 對 我也加一個小故事 就是說那個時候 集體出櫃的時候 他剛剛講說戴面具啊 什麼東西的 其實還有一點有意思的時候 就是 有的時候有一些支持者 就是支持同性運動的人 可能異性戀或者什麼 他們也戴面具 但是因為他們戴了面具以後 有的時候他可能真正懂得 他反而不需要戴面具 因為大家都注意那幾個戴面具 就是說這幾個一定是戴面具一定同志 至於不戴面具一定是 只是跑來繼續的 所以那個也很有意思 這個我可以講 好 講 這個故事我在現場我可以講 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後來同志運動 現在又半身運動了 好就是這些同志組織的發展 同志活動呢 就是有一年 就是也是Glad 在台大的門口辦了一個舞會 那那個舞會呢 就要發媒體了 可是你也知道 大家同志如果說 我們今天辦個舞會 又有媒體來 這肯定要戴面具的 所以主辦單位就很貼心的 準備好多面具在旁邊 就跟那個遠來的中南部的鄉親說 你來你來沒問題 我們辦個活動 你們都一起來 你如果怕的話 我們這有面具幫你準備好 然後就看到那個黑天了嘛 然後就角落啊散步樹下 一個兩個這樣偷偷摸摸的 要來戴面具了 那結果這個辦活動 因為人在一起 有時候那個集體意識很奇怪 你會忘了你怎麼回事 忘了你害怕 然後大家就嗨的不得了 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美麗 頭髮染一些綠色黃色 可是不是變裝是美 然後主辦單位 一堆人就嗨的不得了 媒體就來拍 他們就在鏡頭前面這樣 一直跳舞啊 就拍我拍我 然後就鏡頭都不理他們 鏡頭就看到他們就沒興趣 就一直去掃射現場誰戴面具 就看那個中南部的鄉親好可憐喔 我就會追著到處跑跑到 那台大夜裡大到黑夜的樹下 我就想說天啊 就當你出櫃的時候 你好不容易有勇氣想說 我們互相支持對方 我就出櫃了 就沒人理你耶 我就覺得那麼多 今天好不堪喔 就沒人理你耶 看你打得這麼美 完全沒有鏡頭要理你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 跟社會的一種很奇怪的互動 所以你出櫃人家都不理你 這才叫生氣呢 晚安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 飛凡10月13號的正午新聞 而近年來 投掷同志意識抬頭 標榜同志的消費也悄悄興起了 包含SPA按摩店 整形或是購物網 國外旅遊還有咖啡館 都以同志專屬作為號召 一年的商機就上看5億元 連國內的西門町附近 都成了同志熱區 同志的戀情在過去是不能說的秘密 不過現代人觀念開放 不只同性戀者漸漸發聲 標榜同志的新消費型態也悄悄興起 而且一年就有 五億商機 包含了SPA按摩店 整形購物網 國外旅遊以及咖啡館等 都是同志們肯花大把銀子的消費場所 從泰國引進的同志SPA按摩店 兩年前登陸台灣 全台已經有超過40間的分店 以帥氣陽光的按摩師 在同志網站上大打廣告 成為國外同志到台灣的必遊勝地 而這些位在台北熱門的店家 一個月的營業額就可以高達四五十萬元 另外台灣同志到國外旅遊也是新熱潮 以泰國 日本 普吉島等有辦 電音派對的地點最令同志趨之落物 平均一個月超過二十人以上的同志團 出發到泰國去 一個人團費是兩萬元 當地花費是一萬五千元到兩萬元 消費力比一般的旅行團高出三成 除了國外 台北市區也是同志們的新天堂 像是國內某知名百貨七樓 在網路上就被封為是同志樂區 還有西門町紅樓廣場的同志咖啡店 酒吧大量出現 也帶動了紅樓商機 一年就有三千萬元 號召兩萬人的彩虹有夠力 臺灣同志